只要在密室待上七天 获胜的人就能得到一个亿 失败会失去性命 你能坚持到最后吗 故事开始 男主阿伟是个无业游民 这天他在书店遇见了阿珍 阿珍邀请他一起参加一场社会实验 只要干满七天 最多能拿到一个亿的奖金 虽然觉得很可疑 阿伟和阿珍还是一起报名了 同行的还有其他八名志愿者 他们来到郊区的一栋建筑 进入房子后 大伙上缴了所有的私人物品和通讯工具 经过一段旋转楼梯 众人来到一个餐厅 等十人都进入餐厅后 大门就被紧紧关了起来 餐桌上主办方准备了丰盛的食物 于是大家坐下开始吃了起来 就在这时 桌上的人偶发出了声音 他开始介绍游戏规则 晚上十点必须待在自己房间 如果待在外面就会被机械警卫消灭 如果他们中有人犯罪 解决犯罪者称为侦探 但是是否正确由众人投票决定 投票出来的犯罪者就会被关进监狱 实验结束的条件有两个 要么过去七天 或者只剩下两个幸存者 获胜者就能拿到一亿奖金 大家吃完饭就回到了自己的房间 阿伟发现房门没有锁 而且墙壁上还安装了摄像头 房间的中间还有一个铁箱子 阿伟打开箱子里一看 里面有一根拨火棍和卡片 他也没有多想 躺在床上睡了过去 没想到第二天一大早 黑发妹的尖叫声打破了瓶颈 有人死在了走廊 身体上全是枪伤 地上有他的房卡 现场还有一个子弹壳 一行人来到大幕的房间检查箱子 发现他分配到的是一颗毒药丸 就在这时 走廊再次传来尖叫声 大家来到走廊 发现地上的尸体不见了 原来是机械警卫带走了他 他将尸体扔进了一个金属棺材内 房间里正好有尸口棺材 数量正好对应了他们 就在众人被吓得胆颤心惊时 广播响起 要求他们找出凶手 这时大雄站了出来 他认定黑眼镜是凶手 因为他觉得黑眼镜长 就不是一个好人 阿伟觉得不能这么轻易认定 于是大家开始举手表决 没想到阿珍投了弃权票 投票结果4比3 所以黑眼镜被判有罪 就这样 他被机械警卫关进了监狱 凶手已经被抓 大家也放下心来 晚上大妈在房间看金乐姐说 发现小说已经看完 于是出门想要去餐厅再拿一本书 还没走几步 这是一场密室生存游戏 游戏全程网络直播 只要存活7天 就能获得一元大奖 但是游戏过程会有性命之忧 很快第二名受害者出现了 中年大妈被发现在走廊 现场留下了一枚带血的长钉 经过检查 老白没在箱子里发现武器 就在此时 小鲜肉拿着钉子走向阿珍 他说昨天晚上看见阿珍出现在走廊 大熊看了眼女朋友 他也站出来附和 书也在走廊看见阿珍 阿伟出来为阿珍辩解 没想到大熊掏出了他的武器 他拿刀让阿珍拿出他的武器 来证明自己不是凶手 阿伟将阿珍挡在身后 就在两人对峙的时候 老白上前想要夺下匕首 这让众人怀疑起了他 老白倒出了识情 原来这个游戏不是第一次举行的 他的儿子去年就死在这里 自己来这里只是为了查找真相 晚上老白和阿伟商量 决定组队轮流巡查保证大和安全 阿珍和阿伟巡查完毕 轮到黑发妹和大熊女朋友 静香换班时 却只有黑发妹来了 原来静香和大熊正在金属棺材里鬼混 事后静香前去巡逻 留下了大熊一个人 没想到屋顶掉落 大熊被砸成了肉饼 就在大家调查谁是凶手时 天花板再次下坠 阿伟和老白跑出去一看 原来是小鲜肉拿着一个遥控器 老白质问是不是他干嘛 小鲜肉扔下遥控器跑回了房间 他拿出一把弩弓对准了两个 就在这时 静香冲了进来 他为大熊抱了头 然后举起斧头自尽 剩下的几人查看了一下小鲜肉的箱子 他的武器就是弩弓 老白觉得他没有说话 也就是说凶手另有其人 两个女人正在准备茶水 黑发妹偷偷给茶水里加了点料 就这样 不明真相的三人喝下了茶水 晚上阿伟来找黑发妹 原来他的儿子得了重点 需要移植心脏 他需要一大笔钱 必须存活到最后 就在此时阿伟药效发作摔倒在地 黑发妹也说出了事情 茶水里的药剂 是自己从大妈那拿到的 接着他从箱子里拿出了自己的武器 他说大妈让他害怕 所以才解决了他 然后黑发妹拿着钉枪走向了阿伟 女人拿着钉枪走向男人 嘴里还叫男人不要乱动 就在黑发妹开枪时 阿伟推开了钉枪躲过钢钉 接着将黑发妹推走 打开门朝外面爬去 当黑发妹追到阿伟的时候 正好机械警卫来了 他向两人发出警告 让他们回到自己的房间内 就在黑发妹准备射击时 阿伟用力推开了他 然后打开门躲进了房间 黑发妹就这样被机械警卫击杀 早上阿伟开始柯南附体 他说大木老师根本不是被人所杀 而是自己晚上违反规定出门 被机械警卫所杀 而黑发妹因为害怕大妈 所以将其杀害 为了让大家活下去 阿伟请求两人把武器都拿出来 他自己率先将手枪拿出 老白也将钢锥拿了出来 到了第六天 大家一起坐在一起吃了早饭 平安地度过了一天 第七天早上 阿伟来到餐厅 他发现桌子上的武器不见了 阿伸和老白也都不在房间 阿伟又来到关押黑眼镜的地方 黑眼镜也不见了 阿伟发现地面上有血迹 沿着血迹他发现老白死了 已经躺在了金属棺材里 就在此时 黑眼镜从背后勒住了他的脖子 原来大雄的死是他造成的 他通过监控使用遥控器 让天花板掉落 然后又把遥控器从门缝里扔了出去 恰巧被小鲜肉捡到 黑眼镜殴打着阿伟 又将钢锥刺入他的大腿 一番搏斗后 黑眼镜被推入金属盒子 阿伟趁机逃到了餐厅 没想到黑眼镜很快追了上来 就在黑眼镜动手时 阿珍拿枪顶住了他的脑袋 就在阿珍准备开枪时 阿伟想起老白对子弹做过水脚 他冲上前阻止阿珍时 被一脚踢开 阿珍也被打倒在地 黑眼镜拿到了手枪 他扣动扳机 就这样领了盒饭 最终阿珍和阿伟成为了胜利者 阿伟也拿到了一亿大奖 阿伟准备带阿珍一起离开时 阿珍却说自己是气氛组 自己的职责是提高收视率 就这样阿珍坐上汽车离开了 而老白并未死去 他炸死躲过一劫 就在阿伟一瘸一拐离开时 老白出现了 老白的出现 让阿伟觉得生命才是最重要的 他用力将装满现金的包裹扔掉 一起离开了这里 影片告诉我们彼此信任多么重要 希望大家都能少一分猜忌 多一分信任 那么问题来了 你会将包裹扔掉吗 影片到此结束